疫後航空業持續復蘇 十四號再傳利多消息 陸委會宣布二十號開始恢復港澳 來臺自由行 讓航空股同步高飛 長榮航 華航分別上漲 百分之二和三 成交量幾近領先前十大個股 新貴的新宇航空更旺 飆漲超過百分之十三 其他觀光內需類股表現也不俗 帶動指數大漲一百一十點 收在一萬五千六百五十四點 創下去年六月以來新高 通膨所帶來的這種消費的壓力 我最近在看其實對大家來講 可能已經有一點習慣了 所以很明顯的也帶動了整個 觀光 尤其是餐飲的一個表現 大家也不用太過擔心說 會不會是一個短線的 一個題材的泡沫現象 我覺得這一波的營收的增溫 應該在今年的上半年 都有機會持續 內需消費 娛樂商機大噴發 包括主辦演唱會的寬於國際 以及大魯閣亞洲藏壽司 十四號紛紛衝上漲停 電子股也陸續回溫 晶圓雙雄 台積電聯電都收紅 鴻海也以小漲作收 接下來美國要公佈新的CPI的數字 這可能會影響到短期之間 後市的一個表現 當然這當中當然還是要特別的留意 那麼接下來如果CPI的數字是有所 不如市場原先的預期 當然這當中就會面臨到一些 市場觀望美國即將出爐的一月CPI數據 不只牽動聯準會升息路徑 也影響臺股走向 但專家認為整體行情 在一月以及去年第四季財報 陸續公佈後 基本面具優勢的個股 還是渴望持續走強 三選順框 林夢山 台北報導 中文財報 三選順框 中文財報 特朗 北九州 對